修行的人就是要对天时地利人和都要有一定的了解 就像我们去度人 当别人有苦难的时候 我们伸出手去救他 他容易接受 当这个人名利双全的时候 你去救他 他可能很难开悟 这就是时间的问题 天地人 这个是一个相通的 就像很多人 你跟他想去沟通一件事情 他心情好的时候 他很容易接受你的意见 但是当你身体不好 情绪不好的时候 你去跟他谈任何事情 他可能都会回断你 这就是为什么做人要懂得天时地利人和 很多人问台长说台长天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下雨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感觉不舒服 很多女士一到下雨马上不开心 因为今天洗好的衣服没地方亮出去呢 对不对 怎么没关系呢 心情不好 天气不好 全部都有关系 天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 我们要懂得修行 要在因上努力 什么叫因上努力 这就是为什么菩萨为因 众生为果呢 菩萨在没有做这件事情之前 菩萨已经知道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 是对我们怎么的情况会发生 所以菩萨不敢去做这个事情 而人为了得到积德的利益 我先去做 做了之后 万一结果不好了 才来害怕 就相当于很多人进了监狱才知道 我蛮好不要去做这件事情 很多人离婚了 才想 我为什么不能对我老婆过去好一点 很多孩子离开你了 才想 为什么我不能让孩子能够有一个 更好的一个境界 这个一切就是代表了 我们追求的是果报 而不是追求的是善因 学博人要懂得 我们要在因上去努力 今天只做菩萨的事情 不做恶事 不做坏事 只做人应该守的戒律 菩萨守的戒律 所以你才会得到菩萨的果 和人的善果 只要在身口一三个关上 好好地符合正因 你精进不懈地去努力去用功 心就会明心见性 才能达到人间菩萨水到渠成之意呀 明天大法会有几万人 今天这里就有三千多 所以台长觉得这个世界上寻求 这种懂得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人有很多 所以我们更要站出来 好好地去救度他们 其实众生就是佛呀 因为有智慧能够开悟的众生 你就是菩萨 因为如果菩萨一旦迷惑了 他就是众生 今天我们都在努力地好好学博 让自己开悟精进 那么人间就会多出更多的菩萨和佛呀 看看当今世界 人的智慧都丧失了 人的意志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就是在七月二十六号上个月 想想看一个月时间不到的时候 凌晨两点 一名男子在日本 神奈川县 他居然在福利院的老人 无依无靠 孤寡的老人 他居然带了一把刀 一间一间房间 去把十九个老人全部刺死 还有四十多人受伤 这是什么的智商啊 人的慈悲心到哪里了 这些老人没有还手之力 想一想 最后这个人是因为被解雇而报复啊 想一想那些无辜的老人 如果我们的老人家长辈被送到养老院了 都希望在养老院里好好的活着 没想到碰上这么一个被解雇的人 居然他在被接受审查的时候说 我要让这些残障的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啊 想一想人的心变得多恶呀 所以为什么要学博 就是要让慈悲洒满人间 让慈爱遍布全球 让国家好 让人民好 让每个家庭好 这就是心灵法门啊 人生 我刚才说的最大的痛苦 是心灵没有一个归宿 没有地方去 所以我们人没有目标 就像一个司机 没有目标的在开车 他永远不知道要开到哪里 不管他的车迹多高 不管他的汽油多满 他不知道这个路应该怎么走 他就会慢慢的迷失方向 我们人在人间生存 要懂得我们的方向 就是要解决每一天的烦恼啊 要懂得接受现实给我们的教育 要懂得怎么样用智慧 来克制内心的贪嗔痴啊 所以一个人为什么要有智慧 智慧就是你消除烦恼的良药 所以菩提就是智慧 般若是大智慧 所以为什么佛经上讲烦恼 即菩提啊 因为有烦恼了 我们才有智慧去对治他 没有烦恼我也没有智慧 所以看到烦恼不要怕 只要拥有智慧 我们就能够消除障碍 在人间过上一个 能够欣欣向荣的每一天 那